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唯一神华是从做煤到发电都有做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受电的一个价格也有所增加 所以也可以就是看到整体的一个纯粒 可以就是增长到67%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经营活动的现金 净流入也是增长45% 所以反映就是整个就是企业的一个财政状况 还是比较平稳 而且呢出一个上升的趋势 而且呢神华就是现在的一个息率就相对比较高嘛 也是达到12厘 所以呢吸引力是存在的 我觉得因为5月份开始 内地会控制这个煤烫的一个价格 处于一个范围的一个波动区间 所以呢未来煤烫的一个价格 应该很难去进一步再走高 但是呢如果是处于一个高位的话 对于神华这个今年度煤烫平均的一个收价 应该还是有所支撑 但未来呢如果真的在憧憬 这个夏天啊 然后就是如果真的疫情过后 一些工业啊 就在恢复对于用电的一个量会提升的话 神华应该上下游的一个就是 基本面或者是这个业务都应该有所 就是提示往上的一个格局 所以呢对于它的一个前景 还是看的比较乐观的 但今天的国家基本上也没有就是 回到前期的一个高点 我觉得短期可能会维持一个 比较大幅波动的一个格局 因为现在前景呢 还是要看就疫情受控的一个状况 才可以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 推动盈利持续的一个 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确实如果单纯来看神华的股价的话 其实说基本上可以是跑赢了煤加 我们看其实煤起不少像神华之外呢 包括中煤能源呀包括眼周煤呀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煤炭当中都会有选择 但是来看几支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刚才凤珠有提到 那像神华方面可能很多煤是用来发电的 那有的煤可能是用来做一些金属冶炼的 那么这两块的业务占比会有什么不同 对这些煤起本身又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们在这个期货市场上也会看到 那煤炭的话除了像我们平常有说的焦煤之外 还包括有动力煤 那么这两块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走势 也是略有不同的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凤珠呢 这两块煤在这些不同的煤起之间 它们占的这个业务比重是多少 找到哪一类别的这个煤又有什么特别的属性 那么市场的一个情况又怎么样 在这一块想这个凤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就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做这个煤 然后做这个发电 所以它主要还是发电这边做的比较多一些 但中煤能源呢 就基本上它也有做这个发电的煤 还有就是做这一些炼钢的煤 然后呢因为钢铁在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行业在第一季度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在第一季度 不论什么煤炭的一个价格都是往上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从这个价格来看的话 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情况 但是可能在孝勤方面 或者是在钢铁方面的这一种煤呢 可能就基本上就可能做得不太理想 所以现在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前景 如果要选雷价的话 第一除了这个煤价 是不是真的在高位运行之外 第二就是这个煤是到底用来发电 还是用来就是冶炼 然后冶炼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 以及就是竞技层面的一个扶苏 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 对比好像因为刚才提到 发电的一个售价 以及就是这个量也有提升 所以呢为什么就是 省华可以就是股价讨赢其他同业 那中煤的话基本上就煤化工的占比还是挺多 所以呢基本上看到它的股价 虽然还是也是有所上涨 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就是生活做得那么好 然后另外一支眼矿能源呢 在去年开始已经讲到要转型 然后呢虽然它也是有做不同的一个煤炭 但是呢现在可能会投入更多 做一些新能源啊清气等等的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看眼矿能源的话 基本上应该看一下新业务 这个未来啊在贡献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方面 的一个占比以及就是盈利的一个增长动力 所以呢三支所做的一个业务有所不同 现在是看去刚好就是哪一家的一个就是业务的一个范围 行业可以就是维持一个增长趋势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比较简单的看这个觉得未来发电 基本上下季的一个高峰也可以就是提升的话 基本上可能神华这个应该也会及时跑赢就是同意 明白神华可能还是行业当中首选是奉住一个观点 我们来看看大行机构方面一些报告了 那么神华的首期盈利呢按年是多赚了有六成七 那大摩方面就相信呢股价未来一个月会上升 大摩的策略报告提到呢说神华的季度盈利 较其预测还要高出了有三成二的水平 当中煤炭的平均售价 电力业务的盈利和趋势都有惊喜 相信呢集团会被上调全年的盈利预测 那么相信股价未来三十天呢 有八成以上的机会会上升 而瑞幸呢就将神华今年到二四年的盈利预测呢 也是上调了近一成到至近百分之二 目标呢目标价呢是略为调高到27块6的一个水平 那么看到大行方面都普遍对这样份这个业绩啊 是有这个超出预期 而就上调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盈利预测 那么对此的话呢 对于这个神华的股价的一个建议方面 想问一下凤珠了 今年看已经是升流百分之八的水平 那么是否还继续具备进一步的一个上网空间呢 目前呢我觉得还可以多等一下 待它回调才进场 因为刚才提到基本上我觉得就神华后市 有可能也是会处于一个大幅波动的一个情况 今天也没有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 所以呢就稍微回落一下 就是在进场吧 大概就二十字左右的一个位置 才进场 然后做一个比较中线的一个部署 嗯 明白 那么再来看另外一支公布业绩的美股 是来自中煤能源方面 它们首季度呢是多赚超过九成 纯利呢也是有近68亿人民币 收入按年增长是超过三成 期内的煤炭业务的销售收入呢 是有536亿人民币 增长是近四成 那么自产商品煤的销售收入呢 增加也是超过了五成 业绩增长主要也是受惠于煤炭价格的一个高位运行 自产商品煤销量的增加和一些投资收益的上升 那么想问一下凤珠 那么就中煤能源方面呢 它的这份业绩你怎么来看呢 当然好像就以这个百分比的话 它好像涨得比这个小化还要来得更好一些 但是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受惠着一个煤炭的一个平均价格 以及它的一个煤化工产品的一些价格的一个上涨所拉动 所以刚才提到就未来也要看就是整体的一个销情 如果销售会回落的话 基本上价格也是在5月份开始已经受控 很难再进一步上扬的话 就看就是下游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需求 对于前景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隐忧 但是呢我还是相信就是近年都整个行业都会处于一个 就基本面会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不过呢跟第一季度比有可能会稍微弱一点 因为第一季度是受惠整个煤炭价格的一个大涨嘛 所以呢后市呢还是要看得谨慎乐观 但也不要觉得可以持续维持一个90%多的一个增速 那在煤炭股当中想问一下这个凤珠了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这个时候来挑选些煤股的话 是不是说可能对于这个单纯的一些销售煤炭价格 依赖性相对较小的煤企 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防守性会更强一些呢 因为你也提到了 这可能5月份之后开始有限制煤价的话 那可能这一块的收入有影响 可能大家要靠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程销售啊 或者说一些工程设备啊之类的一些炼化石油 这个相关的一些炼化的一些化工方面的一些业务来 这个弥补方面收入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一块是不是这一类的这个煤炭企业 可能会有机会跑出一些防守性更强一些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哪几家又比较强呢 那在以下游来看的话 那可能有发电的有冶炼金属的 那么您预计在未来的这个应用用途上面 哪一类的类别的需求来会更大 那么这一块的这个有机会 这个煤炭的销售可以再领跑一些呢 当然就是可能的确有其他业务的 不单单就依赖这个价格来拉动这个业绩的 可能会跟在前景来看会更明朗一些 但是呢刚才我提到就可能煤炭价格 就是就算收限可能也会继续在高位徘徊 然后呢就其他业务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就看比方说钢铁的话 今年第一季度说比较差 未来要看这个内地的一个投资 基建的一个投资是否会增加 然后对于钢铁的一个需求 有没有一个拉动性 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对于一些 就是冶炼的一些煤炭呢 可能这个需求以及销量都会有所提升 这一个呢也只是一个憧憬 因为现在我们在这方面 因为也要看着内地疫情的一个控制情况 也就是经济增速 所以呢冲击是挺多的 但未来谁可以跑出呢 就要看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需求 我还是现在来看的话 今年我还是看好一些就是发电的一个业务 所以呢相对来讲 的确就是神话还是首帅 因为发电这一方面 虽然煤炭价格可能会影响到成本 但是呢看到如果真的需求这个受电量可以提升 到时候也可以弥补一些就是这个成本上涨的一个压力 明白 好的我们看完了煤炭方面的详尽分析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能源领域的石油石化了 中石化公布了业绩 手机呢是多赚了两成四 至两百三十三亿人民币 收入呢是超过七千七百一十三亿 升了也是有三成三 主要是受惠于产品价格的上升 而油气当量产量是超过了一点二亿桶 按年呢是升流百分之三点七 那么也是带动到勘探和开发的一些利润 升流两点七倍到一百一十四亿 那么炼油板块呢也是升流百分之十五 贡献了两百二十九亿 但是化工板块是跌了有七成九 期内的资本开支呢是近两百五十四亿元的一个水平 今天在股价方面啊也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表现吧 那轻微上升百分之零点二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么针对中石化方面的情况呢 风筑如何来解读呢 未来呢前景还是有阴霾的 因为第一就是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 可能会压抑到产品油的一些消费 然后呢就三月份四月份肯定还是会受到影响吧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成米油的一个 这个链油的一个产品利润率也是只有85% 没有就是完全可以达到100%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可以维持一个 就是规模的一个效应来拉动这个毛利呢 也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另外就是上游原油的一个上涨 虽然就是可以对于它有所贡献 但是因为刚才提到它有做一些花工产品嘛 所以如果油价上涨的话也会部分影响到下游的这个成本的一个情况 加上它也有讲到基本上第一季度这个因为天然气的价格嘛 也是我们看到就是第一季度真的在上涨的挺多的 所以呢在采购这一方面基本上成本也有所增加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看中石化的话 因为它上中下游都有 这个上游如果真的看好的话 但是下游的一个状态可能现在面临着成本上涨的一个因素 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盈利状态 还有就是现金流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三通牛来讲的话 中石化相对比较复杂这个业务的一个就是范畴 也有机会就是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会刨输其他两家同一业 所以现在石油板块当中 如果大家继续觉得说额物局势没有缓解 能源价格会居高不下的话 那如果说想搏一搏这个板块是不是相对 选择业务更纯粹一些的 石油相关属性更强的像中海油这些 还会是一个行业当中的首选呢 对就如果真的单靠这个油价看得比较 就还是出高位的话 中海油可能纯粹这个就是挂掘这个油的一个业务 比较多的可能就相对来说会受惠 加上就是回A的这一个影响 有可能对于这个股价会有更多的一个支持 所以中海油今年应该是三通牛的一个首选 那今天来看的话 中海油升幅也是跑赢同业 那么今天升幅是有3.4%的水平 目前股价来到10块8毛2小分架凤珠 就中海油方面的一个投资建议呢 会怎么来建议 这两天呢其实已经反弹了很多了 但现在还没有就是突破这个10天平均线 我觉得在10天平均线以下都可以就是考虑吸纳的 当然如果更进一步的一个加 我也可能稍微回落到这50天线 10块4毛钱左右的才进场会更好 好的那我们这些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也直接广告 休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风主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